在2016年台湾选举民进党大升以后 国际社会都关注民进党政府 今后的政策以及未来将如何与北京互动 身兼民进党驻美代表的吴钊燮 在选后第二天陪同主席及总统当选人蔡英文 与来访的美国特使前副国务卿伯恩斯会谈后 及启程到华盛顿向美国官方和学界 说明台湾选举结果的意涵 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及布鲁金斯学会 共同举办的解读台湾选举结果及其影响研讨会中 吴钊燮指出民进党候选人在选举中 没有以中国为目标的言论 北京对于两岸关系立场的发言也相对保留 两岸关系并非这次台湾选举的突出议题 因此选举结果也不能被视为是中国的挫败 简单地说中国或两岸关系都不是这次选举的焦点 除了马席会是一个短暂插取的例外 因此选举结果不能错误地解读为是中国的挫败 对于奥巴马政府在选后立即派官员和代表 分别前往北京和台北的作用 吴钊燮表示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希望美国持续鼓励北京与台北对话 吴钊燮在演讲后针对选后民进党如何与北京互动 以及有关九二共事的问题对媒体表示 党主席蔡英文已经多次说明海峡两岸维持现状的原则 包括遵循台湾普遍民意 台湾宪政体制及两岸关系过去二十多年来所建立的基础 他也说过承认两岸九二年有过对话的事实 希望北京能展现更多善意与正面回应 主席在竞选过程当中 在那个证监会上面也都有提过 九二年所发生的 海峡两岸两会所发生的这个事实 那我想这个都是对中国所提出来的这些善意 那当我们有善意之后 我想应该是由中国那边也表达一些善意 才能够让两岸能够往前迈进 那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中国在处理台湾的这个议题上面 是有相当的这个克制 然后我们认为说这个是好的 那也希望说海峡未来两岸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表达对彼此的善意 让五二年之后海峡两岸的这个相处 是能够处在一个比较和平稳定的这种基础之上 另外对于这次到华盛顿 是否代表蔡英文向美方传递信息 吴钊燮在访美前期表示 访问华盛顿 是她作为民进党秘书长 兼驻美代表的例行性访美 并没有要为蔡英文传达信息的目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 任玉洋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